好,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第21期的教主基督进化论 差不多又一个多月了 基本上也没有去做进化论 这一个多月主要在研究Docker Docker的学习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进化论也就撂下了 然后我发现2020年都到了9月份了 这个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我今年的目标是30期进化论 我感觉时间对我其实有点紧了 我最近会抓紧 尽量至少是一周一期 尽量一周两期把期数给追上去 而我30期做完我觉得就可以了 去年25,今年30,2018年比不了 2018年做了57 好,我们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这个FlashDB 那么这个是前段时间讲Docker的时候 我用过 但是其实这个数据库呢 差不多一年前吧 就已经在我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进化论的清单 差不多一年前呢就有哥们给我说 让我讲一下这个数据库 但是呢 我就一直没做 但是那个我知道他一直在我的那个进化论的清单里面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 觉得流皮的啊,流逼的 你觉得这个适合叫做逼格的啊 你就告诉我 然后呢,我就会研究 我就会讲进化论啊 逼格低的就不要跟我说了啊 逼格低的就不要跟我说什么 保尾路去怎么配啊 你找其他人讲啊 你觉得逼格够啊 你就把东西告诉我 所以说这个数据库其实差不多 一年前有个哥们就已经给我讲了 在我的清单里面料了一年多 我也没讲 那前段时间呢 啊,玩了一个Docker部分 实战部分用到了他 然后呢,我觉得那 你应该讲一讲了 我也用过一遍了 我也有点感觉 那么这个数据库啊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是这么回事啊 现在老外的玩法是什么呢 就是 你干某一件事情 都应该用专用数据库 啊,有很多种专用数据库 比如说Elasticsearch 是专门做这个搜索用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数据库 是专门来做监控数据收集的 监控数据 那我们网络设备呢 那就算了啊 比如说 我们要监控我们录入器的CPU啊 内存啊 接口速率啊 还有物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温度啊 等等 就是这种 有时间 然后呢 有一个监控的数据 然后呢 要往一个数据库里面去写 那么这种专用的这种 这种叫时序型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叫做时间序列数据库 叫做时序数据 那么这种专用的数据 用专用数据库 真的不夸张 就是现在他们的老外这些玩法 就是说专用的东西 用专用数据库 不像以前 学一个数据库包打天下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学Oracle Circle Server 或者说后来MySecure PCQ 基本上我们都说 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个数据库 所有的数据呢 都应该放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我们应该用我们熟悉的数据库 来解决所有的这些数据问题 现在不是这个意思了啊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专用数据库 他们在这一个方面特别的强 专门干这个活的 可以解决吗 那么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数据库特别适合于我们的网络监控 当然了 你要做物联网监控也可以 反正有专门用来做监控的 比如说 你想做一些复杂的数据 你要做大量的这种表一表的关联 那你应该玩关系型数据库 对吧 那么或者说 那里的这种文档型的 那种Json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 那你应该用文档型数据库 比如说MangoDB 对吧 那比如说 你要想搜索 那你应该用Elasticsearch 那么这是专用数据库 专门处理专用数据的 那么这个数据就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 时间序列 数据库 也就是说呢 最简单的就是那种 入油器的CPU利用率 一个时间点 一个CPU值 一个时间点 一个CPU值 一个时间点 一个CPU值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太复杂 就是一个时间点 一个度量值 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特点就是性能 特别特别高 性能特别特别好 专门干这个活的 所以它的性能会特别特别好 而且呢 它天生就有一个 它必须得有一个 它名字叫做时序数据库 它必须有一个 时间戳 time stamp OK 好 然后呢 它有 它比较牛逼的 就说 它性能特别好 而且呢 它既然专门干这个 所以说呢 它有专门的一些 过滤技术 特别是有些 专门的一些计算函数 那么如果说你学过Python 那么我们计算接口的 那个接口数率的时候 那么当时很麻烦很麻烦 你要把数据写进去 然后再读出来 由Python来计算 来Python来格式化 来做一些时间差 计算一些时间差 在这个时间差里面的一个增量 对吧 然后呢 还要做一些数学算法 我给你这么讲 首先读出来用Python来算 那就完蛋了 Python首先 它的计算 你大家也知道 Python那个性能是比较差的 对吧 而且呢 只要你从数据库出来 你只要用语言来处理 其实就已经慢了 那么最好 最好的办法 就这个数据库 自己就有算法 就是读 从数据库 它不仅帮你搜索 而且帮你计算 而且出来之后 就是已经计算完毕的数据 这一切不是更好吗 对吧 何必去 首先 何必去 搞出来 然后自己再搞算法 然后自己再把数据整整你好 对吧 那个就很慢了 特别是Python 就别提了 Python的特点就是慢 OK 好 它的特点就是说 专门干这个呢 有专门的一些过滤的策略 有专门的计算函数 全部都有 那么它能把东西都给你 不仅搜索 帮你计算 你要什么格式 它基本上 就能给你按照这个格式 把它计算好 然后给你输出 你想要的那个格式的结果 这就比较帅了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做过我的这个 Python的这个作业 那么来算那个接口数率 那个其实 还算是比较麻烦的 还用了专门的这个数学模块 这个栏牌来算 这叫叫做什么 叫导数啊 数学玩得这样导数 这很麻烦很麻烦的 但是它就不一样了 它有专门 它专门干这个的 它有专门的计算函数 天生就就有 然后直接就能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直接就打出来 就是直接把数率就 时间和数率直接就出来了 OK 时间和数率直接就能把你算出来 这就是什么帅的地方 好 随便你要了解 专用数据库 现在玩法就是专 专用数据用专用数据库 它用go写的 所以说呢 我基本上又想立一个flag了 明年我准备年初搞一下go 我们的明年VIT估计会出go的课 然后也有可能我会把 我现在不是Python自动化运维吗 下次我搞个go自动化运维 也许也不一定 反正go是要搞的了 go的特点就是相对于Python而言 它的性能是明显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go语言跟Python也是不一样的 go更像是专业开发人员用的一个语言 就类似于一个C的增强满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C的增强满 那么Python并不是专业开发人员用的 Python是通用脚本技术 通用脚本语言 我觉得就是未来就是说你要找个工作 那别人就会问你office会吗 Python会吗 对吧 Office和Python都不会 你还找什么工作呢 你就可以歇着了 OK 那Python是这种大家都用的 一种工具 不是 我不认为Python适合于 算是专业程序员用的 基本上就算是一种脚本语言 就是普罗大众用的 小学生也学 高中生也学 大家都会 就跟你会用味的一样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他的性能确实差一点 但是功能足够强 也足够简单 也足够 这个看起来足够简洁 美观 他有他的优点 但是他有他的缺点 他缺点就是实在是有点慢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 实话实说 好 然后呢 他的特点就是说 时序性 就是一定有 他的专门就是记录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节点上的时间值 然后呢 他有很多跟时间相关的函数 比如说 就说他留给一个时间段 说最大值多少 没问题 最小值多少 给我求和 给我求最小值 给我求方差 给我求什么鱼型函数啊 正群函数啊 啥玩意儿都无所谓 全部都可以搞定 甚至就是说 在计算那个数率 在两个时间差的值之间减 然后再除以时间 然后再帮你乘一个八 OK 那个操作 全部都可以帮你做 他有很多 相关的函数特别有意思 类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函数 能实时的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 就是他的就是性能 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就是性能快 就是速度好 OK 然后呢 也是专门干这个的 有相应的 你想要的这些函数 几乎全有 他能够帮你算完了 给你结果 不用你搞出来自己再算 直接给你算完 直接给你搞定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InfluxDB的安装 啊